古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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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就是要常常欺負老百姓 欺負我們家 然後我們就 不介意 然後就受一個辦法 要加 創地 創地 裡面就 想一個辦法 裡面就放了 一張座 集合大家 大家的力量 把那些人 刮照 就把月餅裡面放 座 用二條 那張座裡面有聲音 老師有聲音 什麼 加時間 喔 裡面有聲音喔 裡面有時間喔 以前有一個鳳梨 人家說 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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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 月秉的故事就是古早古早的時尊 對 草原不是蔣介石 哎呦 不是 以前在大陸的時尊 我們中國人常常北部有的就派人要來幫我們打 對不對 派人常常要來幫我們打 那個人是怕 想要團結 要團結 要去跟他打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做 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腦 然後那個朱元湛有嗎 朱元湛他想到一個辦法 應該不是朱元湛 朱元湛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集合起來 所以他的軍師是什麼 劉博文 劉博文他想到說 不然我們來報商店 把那個訊息齁 把那個什麼時候要集合 當時要去跟別人打 把他寫在那個座裡面 包在裡面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月秉的由來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這天就是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 大家都會拿到一個月秉 對嗎 上面給他寫什麼時候 要團結 要去打開 月秉的由來是 要聽到嗎 要知道 好 好 中秋節活動剛才有說過 中秋節活動剛才有說過 吃油 做油 沒有油 阿嬤剛才也沒有說 抗月亮 烤肉 還有這個有說到另外一個 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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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說 中秋節活動 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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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 那兩隻在放什麼 你去做 你去做什麼 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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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嗎 放跑 放跑 放那看 這要從什麼 從什麼 這怎樣 這誰 對 對啦 對啦 就是在放煙火啦 阿爸 你是誰 對喔 八月十五 也是土地公的行列喔 真的喔 土地公 這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耶 土地公有誰 兒子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只是看那個位置 剛才看到 了解 中秋前 土地公有誰 這邊 這邊 小媽媽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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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再一次 小媽媽 再一次 小媽媽 再一次 小媽媽 再一次一頁 來 來 小媽媽 在那邊 小媽媽 這個提到這裏 中國民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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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愛情的故事 對阿 長蛾無天會 不啊 長蛾無天會 很漂亮 一 長蛾 長蛾分月 對啊 我會用國語講嗎 就用國語講 如果你國語比較流利的話 你也要練習講 對啊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叫做後裔的國王 君王 他就是非常 力氣非常大 他會使用弓箭來射兇猛的動物 他有一個美麗的妻子叫做嫦娥 因為剛剛有提到他說 這個是什麼阿公 公劍 對 公劍 可是有一天因為他們的村莊 突然發 天空出現了九十個太陽 所以造成了他們乾旱被太陽曬得很熱很熱 然後農作物都被曬了 乾掉了 對 然後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後裔就拿著他的這個什麼東西呢 公劍 公劍 把太陽射死 所以村民為了要很感謝後裔 所以就陸陸續續把自己家裡有的東西 像是 這是什麼 四瓜 四瓜 阿公 這是什麼 這盞 這盞 少酒 小 давно 5州 不 這是什麼 這水果 這是什麼 雞 雞 他們家有錢的 他們家有的東西 媽媽,你有口袋嗎? 這裡 你姓姓 這裡 你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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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男妹 你姓姓姓 好 那個雞 後裔因為他剛前面有一個這個,就是他把太陽都射死 所以村民很感謝後裔,可是因為後裔因為覺得大家這樣送他東西 就覺得後來就是獅子大開口,就是有點貪心 然後就希望大家都一直這樣送他東西 然後最後他就是要求了一個,有一個就特別大的要求 就是想要大家送他,就是吃了會長生不老的藥 吃到會不會死的,不是會死 吃到會不會死的 沒處理啦,跟小孩兒婆 這沒辦法找真人 然後有一天因為他的妻子啊,就是常而聽到了這個 他提出的請求就是要人家送他長生不老藥 可是他的妻子覺得他的先生後裔這樣做很不好 所以就是,於是有一天,道士已經把這個長生不老藥送到 一天一刻了這一步 還有還有還有,就送他 然後可是妻子覺得這是不對的事情,不太好 所以常而就把這個長生不老藥吃進去 吃進去後,就發現他的身體越輕越輕越輕 結果這是哪裡呢?阿公 天空呢? 對,他就飛上天空去找北 對 這是長而奔月 你知道嗎? 這個長而奔月 中秋節這是另外一個點故 剛才我們說的是月瓶,月瓶的由來 這是長而奔月,是中秋節另外一個點故 主要就是因為長而映昂 後裔王 你知道嗎? 剛才老師有說到嗎? 後裔是一個射手 你知道嗎? 以前有射箭 以前,古早時代 古早時代 太陽有10顆 有10顆 很爛 所以後裔是射手 在弓箭鋼來 底下 打一顆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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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中 剛才他人是很好的 今天是未免出害 所以當中他其實人是很好的 剛才他人是很好的 後來他把九顆打完 然後 老百姓 要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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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他很多材料 送他後 他人開始變大 變了好吃的人 他自己想一個方法 說 希望他自己不會死 所以他就跟他的老百姓說 你什麼人有辦法拿到那個吃下去不會死的藥 來給他 他好好的鼓勵 不過老百姓就怕 老百姓怕說 你當人變得這麼不好 你還是不會死 這樣就害了 所以有一天真的有一個讀書 真的找到那個藥 吃下去不會死的藥 不過老百姓就怕了 所以長蛾人佈他搶先一步 先把藥吃下去 吃下去之後他會越來越輕越來越輕 跟媽媽去做神仙 他把他跑到那裡大 跑到那裡大 他跑到那天剛才八月十五 他就是 人所以 人所以 所以把這間鑽定做中秋節 第一是把紀念這樣 那現在有 要有 要有 你注意一下 找不到藥 這找很多人用 這大份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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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送人照 本身 本身 這都聽到神仙會不會照 沒有啦 老師齁 第一天這間酒來 我們酒來要跟大家分享 剛才中秋節要搞完 對不對 大家如果在這裡有一點點不順 就是來這裡聊聊天 故事說一下 油稍微拼一下 對 阿梁咪就要來外賣 因為要外賣 所以不需要配油 也不是外賣 塗顏色這樣好不好 這個人也很厲害 這本身的設計 我有剛才這個 我跟他講 你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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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很好 好 買白色 你跟他講 好